最討厭的YouTuber是誰 金旋風 還有沒有 真的要講 講 然後 那一群 為什麼 因為 就 幹變 敗壞YT風俗 不敢參加全賽 幹 那要跟誰打 我第一個想打人 最近 同神吧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打金旋風啊 他會被我打爆啊 其他我討厭那些YT 都比我SOLO很多啊 唯一跟我比較體型可以接近 又惹我厭的 算統神吧 為什麼統神這樣子厭 統神為什麼惹我厭 這部QA是 我這邊QA是要得罪什麼YT是嗎 S問這些有的沒有問題 好 大家好 我是Bone盤 那蠻開心這支影片的拍攝 因為這個但是我的 YT的里程碑就是 半年啦 總算 那10萬就硬請一下 各個YT都會拍個 問語答 那當然我的問語答 會比較不一樣一點就是 大部分的YT的問語答 都是比較慢節奏 或是慢慢詳細彈 但是我覺得 不太適合我風格 所以我的問語答就是 簡單快速帶過 整理了一些 留言的啊 IG我上次有發現動啊 就是有一些 問題 好像大概有幾十個問題吧 反正就是快問快答系列 那影片不多說 就正式開始吧 身高多少 175 175 官方 一定要講真的 174 173 差不多 我們上次那個 減肥的有拍到嗎 那個是 那個是他量錯 我後來再去補 大概173 174 沒事 跳過 跳過幾個女朋友 算不出來 認真算不出來 高中有畢業嗎 沒有 平下有幾台車 6台或7台 哪6台 目前GTR 牛 還有2台賓士 一台Makane 一台Alfa 一台貨車 7台沒錯 現在存款有多少 沒算過不知道 應該 千多萬吧 那助理薪水都可以拿多少 呃 大小助理不一樣 平均大概抓5-6萬左右 刺青的意義是什麼 有點太多 就是 讓自己看起來 兇一點 有沒有打架打輸的故事 有 呃 我沒有打輸過 但是我有繞法過 就是 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呃 我是念夜校的 然後日校來找我茶 然後那時候只有自己一個人 然後人家問我說 就問我的名字 我當著他一面說我不是 然後全部 全部 全班的人都看著我 然後 就這樣子落跑 那怎樣才可以當的員工 看緣分 最喜歡自己的哪一支影片 最喜歡我自己哪一支影片 母親節那一支 因為母親節那一支是 我覺得 拍影片以來 有史以來就是 做的自己會感動的事 那拍影片有做過假嗎 目前沒有 那當YouTuber好不好賺 不好賺 沒錢賺 目前沒借過業配 沒借過工商 請歡迎 乾爹來找我 10萬了 我總要破紀錄了 因為 很多人都問說 為什麼不借工商 不借業配 之前有在影片承諾過 沒破10萬錢不借 10萬了可以借了 趕快來找我吧 這台灣的YouTuber是誰 金炫鋒 還有沒有 真的阿翔 講 然後 那一群 為什麼 因為 就 幹變 敗壞YT風俗 真的要這樣子 太硬 太硬了吧 我覺得可以拿女生來吸流氧 但是不要過度影射女性 如果只要是會偏黃色那種 我覺得就很鳥 就不喜歡看那種影片 就覺得物化女性 簡單講就這樣 但很多人說我也有 但我跟大家講 我不一樣的原因是 我不會過度物化 我只是讓畫面好看一點 就這樣 不一樣 那除了那個YouTuber跟精品 還有茶屋之外 還有什麼副業嗎 呃 蠻多的 餐飲業八大 旅遊業 應該都 各有涉略 八萬殯葬業都有做 上酒店老婆會不會吃醋 以前會 有哭下來求我不要去酒店 但現在不會 那為什麼你老婆在影片上 那麼少出現 為什麼我老婆那麼少出現 因為不上相啊 不喜歡 那你愛不愛你老婆 XXXX 我會讀這皮膚灰 那你有沒有對哪個YouTuber有性幻想 真的要講 真的要講啊 你有沒有想追過哪個YouTuber有啊 很久以前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王怡婷 喔怡婷啊 怡婷 對 以前有怡婷 以前喜歡可愛型的 然後後來中間覺得 林鄉 到現在換對象的 李多惠 跟老婆的紀念日是幾月幾號 沒有這個日子 不知道 結婚紀念日 結婚紀念日 幹我忘了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忘了 你跟跳跳是什麼關係 我跟跳跳 朋友 真的是朋友 朋友 純粹朋友 阿可以公佈 跳跳的IG嗎 可以公佈啊 Y什麼 點什麼Y 我忘記 我跟你講 不要再問說 公佈誰IG 只要影片上有出現過的女生 絕對在我 IG裡面我有追蹤 那你們直接去看 我的IG的追蹤書 就知道 我追蹤成 而且我IG追蹤的很少 之後不到100個 所以你們很好找 有沒有被關過 有被羈押過 沒被關過 不算吧 潛肥之後 肌肌有沒有變大 目前還沒使用過 不知道 那你一個晚上追多幾次 一個晚上最多 5次過 那有沒有做過 最後悔的事情 太早結婚 為什麼長得那麼像黑道 我覺得是因為 小時候的環境 跟長大的環境 身邊太多兄弟 所以整天根本 混在一起 就變得比較像他們 但實際上不是 你做過最浪費錢的事情 我印象中 前幾年有去新加坡玩 然後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不是有掉那個 花場 就可以掛花那種 然後給小費 然後那時候 喝酒醉喝拉爛醉 不曉得說掛了全場的花 花了200多萬 在當地卡到被刷包 收到回台灣 才會 會款給人家 最浪費的 整個YT 你最想跟誰拍片 整個YT 想跟誰拍片 可以分男生女生嗎 可以 男生的話 希望是9man 因為我個人是 最欣賞他這個YT 然後女生的話 只要是奶大都可以 總共想生幾個小孩 沒想過 一個也沒關係 那你現在還有在玩什麼遊戲嗎 傳說對決 HIT2 然後Steam的一些小遊戲 鹹魚之王 那什麼時候要直播 有空就直播 但 真的忙 我是蠻喜歡直播的人 但是因為真的忙就不會 沒辦法 因為我還有工作要做 什麼遊戲花你最多錢 天堂系列 花了多少 總計大概 2000萬左右吧 手術之後戒菸了嗎 沒有 第5天就開始抽菸了 之後還可以拍喝酒的企劃嗎 可以 等我手術禁癢完之後 3個月後吧 那跟本本喝酒的那幾片 都是SAY的嗎 沒有SAY過 全部都 最後都喝到大家掛掉 最後我都是扛回去的 可不可以跟TOYS拍片 可以 但要有內容才會拍 敢不敢參加全賽 敢 那要跟誰打 我第一個想打人 最近 同神吧 為什麼 因為我不可能打情旋風啊 他會被我打爆啊 其他我討厭那些YT 都比我SOLO很多啊 我一個跟我比較體型 可以接近 又惹我厭的 算統神吧 為什麼統神惹你厭 統神為什麼惹我厭 在乎QA是 我在乎QA是要得罪什麼YT是嗎 一直問這些有的沒有問題 因為統神我就覺得他 沒特色然後整天就是鬼叫 然後 加上說他之前又賴皮 沒有到討厭的地步 但是如果硬要挑一個人來打 就他唯一 頓位比較跟我相當 他之前說出錢就可以打 還是你出錢找他打 我覺得 沒必要吧 我打他也沒什麼意義 除了出錢打他 要有錢賺我就會出 如果打個人心酸的話 那 怎樣才可以參加你的街頭挑戰 看緣分 這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跟不可以 就是 遇到就有了 你的問題問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你們以為我跟QAYT一樣嗎 10萬的預告就這樣子而已嗎 錯 這次的是10萬的影片 是要做一個 特別重大的預告 我們在10萬的時候 會辦一個 比較盛大的活動 也是 比較特別的街頭挑戰賽 那這次的參與者 不再是以往 路上隨便找 這次的參與者就是你們 有看影片的你們 請底下留言 只要你敢參加我的街頭挑戰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會隨機抽取一些 粉絲 出來挑戰這個遊戲 但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遊戲會勝於 以往所有的影片 不管是獎品或是獎金 絕對是比以前更豐富更大 更大 因為這是我的10萬訂閱 那最後當然跟大家講一下 這半年來做YT的心得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我算蠻幸運的 因為我有一個 蠻不錯的團隊 然後以及說有一個 前輩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一直他們 他們都蠻專業 所以 給了我的建議 一路做過來 其實沒有遇到什麼錯的 都覺得 都覺得順順做 但是 也覺得YT這條路 一切是不好走 但是 我做的是蠻開心的 好險我有本業支持著 所以我不在乎YT的收益 所以才能做得這麼 這麼輕鬆 那當然也很感謝 這半年來 有這10萬的粉絲支持 然後這個速度啊 跟這些粉絲都讓我覺得 是一個鼓勵我去 拍影片的動力 那我也希望 就是在日後的影片 大家能 更多人支持我的影片 讓我更有動力走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我影片是真的蠻糟錢的 所以 但我目前也沒有去求什麼 回報就是希望大家 能支持我的影片 那最重要 我當然是希望說 有一點 我能成為台灣第一的YT 就這樣 掰掰